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和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聽收看我們的桃色新聞 今天有我們的西關爵 還有我們的艾莉蘑菇 蘑菇比較貴 蘑菇一盒要七十 蘑菇越來越貴耶 蘑菇很會縮水耶 就煮一煮煮 有時候會沒事就掛掉了 有人會稍微沾一點點粉熬去稍微炸 他就比較不會給水煮 水煮就好吃 我是用他做北非蛋 北非蛋 就是叫什麼 Shakshuka 就是其實 他很簡單 是用蛋的意思嗎 好他就是 最好你用一些 就是有 不要太深的鍋子 有平底的面積 然後呢 你就其實就是很簡單的炒 洋蔥碎跟那個番茄 然後我會加蘑菇嘛 加進去之後差不多 還有那個就是番茄醬 就是看你買到 是 番茄醬 我在美國剛好買到一個那個 它是切成骰子大小的番茄醬 這樣就有酸味 是有顆粒的 對 那你還叫大蒜嗎 一開始 先用蒜炒 看你要不要 就一開始炒的時候 然後最後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你鍋子的大小 挖兩個洞 或三個洞 或四個洞 挖一挖 有凹下去 就打蛋進去 然後你再把鍋蓋蓋上 火不要 就火關掉就對了 然後就燜 燜熟 對 然後你整鍋端上桌 很好吃耶 然後看起來好像你很厲害 再講一次什麼蛋 北非蛋 北非蛋 就是那個北非 對北非 是他們的料理 我去研究一下 這很簡單 而且你會莫名其妙 就吃了一整鍋的蔬菜 然後也很好吃 就在外面 像那個Toasteria 他們就有出這一道 他用一個小鐵鍋這樣子做 然後你還可以用餅去沾 感覺可以沾在 弄在那個吐司上面 也可以 或是法式麵包去沾來吃 可以可以 我們今天在講什麼 還要講完命關頭 完命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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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他們在那個大隻美麗華 還真的找那些車友車展耶 對啊 因為完命關頭這個系列是 2001年的第一集 然後他到現在2023年 到第10集 我們稱之為是進入21世紀以來 單一作品最多系列的一個作品 真的耶 等一下就不要講21世紀 以前有人超越他嗎 到10集嗎 因為比如說像007情報員 在我們身旁的 他是分開的 他是某一個演員 可能演某個級數 他可能演6集 他可能演5集 但他不算 單一作品很多級數的 而且有聯繫演員 有聯繫的 其實包括星星大戰 但星大戰的 星大戰不是123456789 他不是一個演到尾的 啊不是 完命關頭比較像是我們現在比較熟悉的不可能的任務 那Missure Possible到今年會有第7集跟大家見面 然後應該是明年或後年應該第8集也會很順利的跟大家見面 所以其實單一一個作品要能夠超過3集都不容易 因為你知道你不能炸鍋嘛 因為一般人有3部曲的概念 那會賣座一定會有續集 會續集一定想辦法要來個3部曲 這是很正常 通常是不是第3集就會掛掉 也不全然 就是可能大家都會回味說前面比較好看 對那當然其實以單一級數多的 其實哈利波特算多了 哈利波特到1234567 然後到第8集分上下集 對吧 應該是那個死神的聖物對不對 分上下集這樣子 可是完命關頭是一個很奇怪的案子 因為當初第一集紅的時候 第一集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話 當年的FBI只不過要去調查 有一群竊賊 他們去偷DVD播放器 好有年代感喔 而且為什麼要偷DVD 你仔細去看網友去回想 當年第一集唐老大他們到底偷的是什麼 他們偷的是DVD播放器 好無聊的東西喔 OK那因為他們就去調查 所以當年呢 就派保羅沃克去調查 當時其實這個案子的最初的發想 當時是說想要把 湯姆克爾斯的霹靂男兒的那個賽車 加上那個當尼布拉斯科 就是強尼戴普跟艾爾帕西諾 演的一個臥底片 叫做今天爆吧 有點忘記了 就是賽車加臥底 後來他們的團隊覺得說 我們比較想要做成像 金魯里維跟派翠克史威茲 當年他們有一部片 叫金爆點 就是衝浪的 衝浪去搶劫的 衝浪跟做極限運動 衝浪人真的很容易沾沙回家 對對對對對 那總之他們其實就是用 這樣的概念去移植到做街頭賽車 因為當年兩千年的時候 其實街頭賽車啦 改裝車啦 然後改車擺就是一個文化嘛 所以街頭嘻哈加賽車改裝車 這些東西拼在一起 就是這一群原本在玩這些人的遊戲的 玩這個世界的人 他們覺得有一點可以代表我們 所以玩有第一集當年其實口碑還不錯 然後當時要拍第二集的時候 馮迪索那時候其實有別的案子要做 然後加上他自己有撞棋 然後自己又覺得說 這個續集聽起來的劇本沒有很喜歡 所以他就退出嘛 然後所以第二集變成保羅沃克 跟其中另外一位黑人演員 就演了一段 他們也是在臥底 然後要去破一個案子就對了 但是第二集是賣的不好 口碑也沒那麼好 他賣的不是很不好啦 就中等 OK 所以他們覺得說 結果你們前面兩大演員 保羅沃克跟馮迪索 你們兩個都異性藍珊的感覺 所以他們決定第三集要開一個外傳 結果沒有想到開這個外傳 成了整個後面的系列 扭轉大局的一集很關鍵的一集 就是當年第三集他們找林一斌 Justin Ling 他找林一斌來拍東京甩尾 然後東京甩尾 就完全就是個獨立的案子 就講一個在美國那種一事無辰的 老伯說你這個沒錢才 然後就把你丟去日本東京 好給我練書 結果去那邊練書之後 沒有乖乖練書 去跑去學人家街頭賽車去學甩尾 就學甩尾的時候 才遇到在那一個級數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韓哥 就是江澄浩所主演的韓哥 然後就遇到韓哥叫他賽車啊 然後在賽車過程裡面 又發生一些碰撞什麼 蛤蛤蛤 所以第三集的結尾就是因為 韓哥在東京街頭掛掉 就成了這一集一個很大的懸念 然後但第三集其實口碑算平平 可是後來很多鐵粉覺得說 其實第三集是最認真在拍 什麼叫甩尾這件事情 原聲帶很好聽 有我兒子在聽那一首什麼 我也有用過來當手機連聲 總之因為第三集找林一斌在拍 然後環球覺得說 林一斌其實拍他們認為是不錯 雖然說票房並不好 但是就林一斌後來寫了一個新的案子 就是說他寫這個劇本 是夠支撐下一個案子 如果你做完冰關頭 是有機會可以發展出一個系列的 所以Justin Ling在第四集 他就拍四五六啊 所以馮迪索跟Paul河他們覺得 看完這個劇本覺得說 這已經完全變成一個犯罪電影了 就已經不是第一集原本的街頭賽車的電影 他們覺得很無聊嘛 所以四五六開始就變成一個新的系列 大家覺得說林一斌回來拍這個案子很好看 但是因為林一斌又帶著原本的班底 就是宋康就是江澄昊 所以成了一個新的IP的感覺 其實今天在講完命關頭 我想先問一下蘑菇 你有看過嗎 我對東京 你不可能沒看過啦 我一定有看過 但我那時候很疑惑就是 東京甩尾怎麼會跟他們有關係 然後在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這是不是硬要套上相關的名字 你重新回去看就覺得說 他們後面的編劇為了要圓 到最後能夠把圓到東京甩尾那一段 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演 對因為導演喜歡 你說從第四集嗎 對因為林一斌喜歡 就是宋康文 我們就喜歡叫宋康 其實他叫江澄昊 韓國人叫江澄昊 以前不知道叫宋康啊 對 然後帶著江澄昊進到四五六這個案子 他們就說 那你到最後因為大家都知道宋哥 韓國在第三集爆掉 那你要怎麼圓 所以他好不容易在第六集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精采的結束 讓情節可以符合 讓韓國回到東京的情節 所以第六集才寫了 現在也沒有爆雷這件事情 這個一定要講一下 已經那麼久了 已經那麼久了 因為我覺得他四五六的鋪層 就是在不管是極限運動 他已經把賽車拍成極限運動了 就是把這種街頭賽車的東西變成 開車這件事情變成一個超級武器 他也可以從天上掉下來 你說這一集對不對 沒有就是以前很多這種 賽車的很多很驚人的場面啊 包括那種車子直接可以 開到那個懸崖下面掉到河裡面啊 然後 然後 因為第五集有個很精采的畫面 是兩台車 後面拖著一個金庫 在巴西里悅的街頭 很肆意的破壞整個街頭 因為他們拖兩個行動金庫啊 然後這個系列又把大家很喜歡 那種大塊頭的對決 因為像裡面又把巨石強森找來 然後在第九集把 也是像是摔角界的巨星嘛 John C.Nan也找來 然後 這個系列就是 比較讓人家覺得 夠病的地方就是 在四五六是一個犯罪電影的類型 七八九突然又變成一個 就是 世間寢的概念 就是大家什麼兄弟姐 都跑出來 我有個疑問就是 神力女超人是在哪一集出現的 神力女超人其實應該是第四五集就出現了 什麼 蓋爾加朵 不是我以為你是說 他是以神力女超人 因為老實說我先自首 就是我並沒有很熟悉 但是就連我是沒有那麼關注這個系列 我都知道這裡的演員 還有我也碎片式看過 並沒有說很忠實的去follow每一集 但是他的影響力居然是像 我這種阿珠瑪邊緣的我也都 文明關頭我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韓歌是跟他配一對嗎 對因為本來蓋爾加朵 他設計進來也是要跟 對唐老大有一點點 曖昧的情愫 但後來應該是編劇覺得說 這樣寫很怪 那就是沒有把他寫再多進來 那就反而幫他把韓歌配在一起 而且蓋爾加朵當時可以進這個組 是因為蓋爾加朵在以色列有從軍 而且他其實是真的會武器的 所以他讓蓋爾加朵在片中的 基賽爾這個角色是 在這個團隊裡面是武器專家 因為他是真的會武器的 他不是一個花瓶而已 所以他們讓每一個角色 因為456就變成犯罪電影 所以他們讓每一個人 有自己的一個身份 就比如說韓歌就是專門很厲害的 競賽飆車的好手 然後有另外幾個就是IT的好手 然後有一個就專門來搞笑的 因為在整個團隊 這好像已經是一個這個 就是黃金組合就一定要有這樣的 對你一定要有一個搞笑的 有一個冷靜的吐槽他的 然後又有幾個就是硬底子功夫的這些東西 所以那唐老大就負責發號施令 然後他的二當家就是保羅沃克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變成456就是一個犯罪電影 然後到789變成世間勤 就是某一個人的哥哥妹妹姐姐弟弟 從頭都跑出來了這樣子 就是789在這一個 就中間幾集有點讓人不耐煩 就是在這種段落的設計上 特別是第八集 因為他設計 湯浩大為了保護自己的小孩 然後不惜跟自己的喜熱隊友成為敵人 就是第八集在這個情節安排上 有讓人比較傻眼 但因為第七集實在賣得太好 因為第七集就是大家知道保羅沃克離別嘛 然後第七集又有一個很經典的畫面 他們在杜拜那邊開了飛車 然後撞壞一棟大樓就撞壞一棟大樓 穿越三棟大樓 就漢不夠了 就是這個戲就大家看 比漢不夠了 比你 就是可以有多誇張 就是你想不到 我都想辦法編出來給你看 我就是看到這次最新一集的預告 我心想說直升機來拖兩輛車什麼 然後水星下 我想說這太誇張 可是我兒子說媽 我這禮拜跟同學去看 然後結果呢 他同學傳錯簡訊了 就是十二點十五他說一點十五 結果十二點零五的時候 他說媽是十二點十五 所以老媽就玩命關頭 因為從我家心電山上 我殺到美麗華了 是安全的 你直接開直升機好了 然後我還一路問他說 你確定要去嗎 還是不要去了 因為你到了都半個小時 結果我覺得我還好 我有送他去 因為我到那邊我就發現 我剛停車有幾個 大概是像國中生而已的男生 拿著相機衝到我的車面前 開始拍照之後 我就想他們怎麼發現我的 怎麼辦我沒有化妝 不好意思我想多了 他們在拍後面開始有車子來 車展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想這小男孩太年輕了 都是拿那種就是 就是專業的相機 不是那種什麼傻瓜機什麼的 就不不不然後是那種熱愛 然後我兒子回來也一直跟我講 媽你知道有車展嗎 那電影裡面車什麼什麼的 那些肌肉車 你就會看到你知道 小男孩那種 對這些事情的熱愛 以及這個電影其實很成功 有一半 我真的覺得那種熱血男兒 是非常主要的一個收視群 對啊 所以剛剛我跟大家提到 其實他的第一集算成功 第二集算失敗 第三集其實很奇怪 但他卻又很重要 因為他讓這個系列 他會有林逸斌加入 台藝美國人導演 然後後來他們 我如果沒去做的話 第七集是文子仁拍的 文子仁也是有亞裔的身份 文子仁大家都 那時候有點開玩笑 就是因為他拍是 完命觀頭七 好像鬼片 大家那時候想說 文子仁你為什麼是拍 完命觀頭七 就是有那個 頭七 他是拍Chucky嗎 不是他不是拍Chucky 他是拍那個立音宅 立音宅 對對對 然後因為又尷尬 其實大家知道這個諧音 但是不太好意思冒犯 因為畢竟保護會走 所以大家不能冒犯這個東西 第一集真的全世界賣太好 賣15億美金 那第八集 因為接續在很成功的第一集後面 所以原本的收視觀眾會覺得 我應該進去看 所以第八集全世界賣13億美金 是很驚人的 13億美金 現在是全世界賣超過10億美金 都算很厲害 因為前一集大家都只賣個 第一集好像賣3億多吧 然後456賣得還不錯 就是有6億上下這樣子 你說第二集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那個 光頭不想演 光頭不在 他是不是去演一部很爛的 他自己自製的片 你知道我講的一部電影嗎 你講Triple X 就是他只有自己好像什麼 眼睛什麼 那個Pitch Stop Pitch 星際傳奇 我跟你講我後來也是因為去看那部片 我就從此不看這個人的電影 很糟糕的一部片 你有看過嗎 有 因為第一集是我們發行的 Sorry 那部片是 你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就是他就是 他戴上 他能夠夜間 夜間看到東西 太陽在的時候 他也不能怎樣怎樣 他都戴墨鏡之類的 就是太自戀了那部片 就是 對啊 那部片還有拍第二集 真的假的 隔了很多年之後拍第二集 對不起 不會啊沒關係 那個案子沒有成功 這個我們知道 所以 接下來你要講最新這一集嗎 完命關頭9 後面接 這次完命關頭10 我當時在想說 因為完命關頭應該是第7集的時候出現的時候 是女主角的反派變成是沙里賽隆 然後沙里賽隆就接續後面幾個角色 因為當沙里賽隆出現在演池圓表的時候 我就想說 弘敵手不可能那麼簡單 就是他們這個團隊不會只讓沙里賽隆出現一集 我們認為他應該有簽複數合約啦 所以當時就想說應該有比較多集 結果果不出其來沒有錯 他果然是有簽好幾集的合約 然後他們就當時本來說拍到最後一集 想要拍到第10跟第11就好了 最後一集就是 反正他們想怎麼編劇集都有嘛 你又突然出現一個哥哥 又出現一個誰 是Paul Walker的女兒有演的 Paul Walker的女兒在片中 算是客串一個小角色 但是在兩個小角色 我留給大家進戲院去看 我覺得 當時 特別是第9集 因為第9集有John Cena出現 我想說他演唐老大的弟弟 我想說好對 就是這些開始亂掰了 就是誰有一個退口的哥哥 有個兒子有個女兒 有個弟弟 這種都完全開外掛了 隨便你寫就對了 然後大家都感覺就是在第10集 要呈現一個大組合 因為第10集的反派居然是 第5集的一個反派的兒子 因為在第5集那邊 根本沒有寫這個反派有兒子 反正要延續下去嘛 而且我覺得這集其實很有趣的就是 因為過去看到 沙耶賽隆用高科技的犯罪的罪犯 去對付唐老大這一群人的時候 可能節奏上會看來有點厭煩 但是到第10集 他突然變成 那個水行俠 Jason Momoa 他變成一個很奇怪的反派 因為他老爸死在第5集嘛 他就等於花了十來年的功夫 去研究唐老大這一群人 然後他的目標只有一個 我就說鬥垮你們這一群團隊 他不是像沙耶賽隆 想要透過什麼方式去征服世界 然後什麼東東這一種 就是比較典型本來是這一種 就是Momoa飾演是一個 我就是要把你整個Family 我要讓你們瓦解這樣子 所以他就用各種奇怪的手段 而且他就是個很浮誇的反派 然後各種很奇怪的行為 在他身上都說得通 因為他就 你就把他想成是一個比較 比較可愛一點的小丑好了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全身都很浮寬 然後穿紫色的衣服 開紫色的跑車 穿紫色那種絲綢的衣服 而且其實更厲害的是 導演這次 高調炫富 差不多 那因為這一集導演 原本也是林一斌 可是林一斌 後來拍到一半 就是可能有什麼狀況 所以他決定不拍下去 所以他們有換導演出來拍 可是換導演沒有比較不好 必須這樣說 換導演我覺得反而是讓 像Jason Momoa 因為你知道很多人在拍那種飛車追逐啊 特別是騎摩托車的 騎摩托車基本上都是替身在騎 但是Jason Momoa 居然是本能騎 而且沒有替身 所以那個時候環球的高層看到毛片的時候 他說你們是不是瘋了 你們真的讓他在街頭飆車耶 嗯 那可是因為救濟摩托車 自己喜歡騎重車 重機 所以他騎得很開心 因為他們說 你們沒有給他做特效 沒有萬人眼嗎 真的沒有 他真的心智上升 所以他的心智上升過程 也讓這個戲增加一些更有可信度可看度 而且這個片 很多畫面看起來是特效 以為你以為是特效做的 但沒有 他是現場真的是爆怕噴火 然後真的拿東西去撞去摔 我真的覺得就是以一個 觀眾分別的出來嗎 還是成花絮才知道 因為其實觀眾在當代好萊塢的特效底下 有些東西真真假假分不出來 可是你知道那原來是真的拍送 因為我們看到已經有懷疑說 怎麼會這麼真 有懷疑 可是覺得你不可能真的在 在義大利的飯地缸那邊給他爆炸吧 他就來真的爆炸我嚇到 所以這件事情上是還蠻值得大家進戲院去買一個 愉快的獵奇的爽度 反正就爽片 他就是個爽片 而且就像剛剛有提到 像陶姐之前講到說你在看相撲那個議題 怎麼斷在一個很高潮的地方 這集也是啊 因為這集當時原本目標是上下集 10跟11 結果Universal看完之後覺得 可以再拍12了 他們說OK Let's do the final 所以其實Ending好像又有一個人出來了 這樣子 還不確定 但我覺得我相信第11集 或者是即將製作的第12集 應該會讓大家有驚喜吧 OK 所以其實 好啦 我看我兒子那麼激動 我也會想去看 但是我也想問一下那個西關姐 如果我們要從頭開始去這樣看的話 去哪裡找啊 有啊 Netflix上面有上架 從第一集開始 我有點不確定第一集有沒有 我知道最近有在上架是第9集 你可以上去Google一下 第9集有 OK 這個請大家呢 這個就是可以看一下 這些人真的是賣命 這個在創造出這樣的一個爽片 而且懂車的人應該會更有獲得 有人說唐豪大他們在改車的過程很多人不合理 我們可以看看看好玩 好謝謝我們的這個秀珍菇跟蘑菇 謝謝大家的收看囉 拜拜